Hello 大家好,我是NZ 現在呢,我們來到了一間廢棄的豪宅 它的名字就叫做 SG House 然後呢,我去網上查了非常多的資料 發現呢,它裡面的故事有非常非常的多 還有一個故事呢,真的超級非議所思 就講說呢,這邊的主人呢,就是一個印度的外科醫生 然後就殺了他的老婆啊 什麼樣的樣子 然後我要坦白跟各位觀眾講呢,這個故事呢,是假的 我查了查呢,發現有一個比較準確的故事就是說呢 真正的主人呢,是一個華人富商 它的名字叫做 他在1985年的時候呢 就把這間豪宅註冊為健身房 Super Dream Serjia Boat 然後又到了1990年呢 就註冊為一間學院 Sihango Akagumi 然後他也是有出書什麼之類啦 然後所以呢,我覺得這故事會比較準確 還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呢 等下呢,我們再進去 給大家看一看吧 Let's go 然後給你看,這邊就是SG的ROGO 就是主人的名字啦 還有它的註冊商標的名字 剛才呢,我們就從那邊爬了進來 這邊呢,就是有兩輛廢棄的車 這輛車呢,就是Alfa Romeo 然後這輛車呢,就是Porsche 給大家看一下裡面的內容 這就是這輛車的引擎什麼 Alfa Romeo 這邊也是有一輛 這個就是Porsche 在那個年代呢,如果買了起這兩款車的話呢 只有它都非常非常的有錢 然後現在呢,我們上去第一樓看看一下 對 這裡呢,就是第一樓的部分 真的非常的漂亮 尤其是這個燈 真的非常的豪華 而且呢,我去查一下資料啦 因為呢,這邊的主人呢 他是寫了一本書 就是關係要宗教的 所以呢,不難看得出呢 這些呢,應該就是 就是他所興趣的東西來裝修的 我大概大概猜啦 這些就是一些 金字塔裡面的一些圖騰 這裡呢,就是他的正門 我們先走進去看一下 你看,這邊也是有 SG YS島的 你看,這邊全部圖騰都是一樣的 然後這邊呢,還有一個就是咖啡機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倒塌下來的房間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沙發 這裡有一個應該是桌子 然後上面有一個杯子 還有一個保險櫃 看一下保險櫃裡面有什麼 哇,很重耶 哇,很重耶 哇 很重耶 這保險櫃真的超級重 這保險櫃真的超級重 啊,超重的 裡面的東西被掏空了 因為呢,其實呢 我來過一次晚上的版本 我印象中的裡面有很多那些 卡帶 對 我覺得最近都應該是 你寄的關係 所以呢,下面都開始 寄水 還有一些 貝類 因為有人帶進來吃了吧 好,這個就是廁所 什麼比較特別的東西 然後這個地方呢 就是拿來裝冷氣了 現在又開始有點冒冷汗了 如果沒有猜錯的話呢 應該就是 死珊瑚 死掉的珊瑚 對 給你們猜呢 珊瑚呢 是動物 還是植物 還是菌類 不可以Google share一下 在下面留言 對 然後這裡呢 就是廚房的部分 然後這裡呢 種的非常潦草 而且呢 這些廚櫃呢 都是被人家打開的 全部都被打開了 然後呢 這裡有一篇書 這些書呢 不難看得出呢 應該就是一些 Yoga的書 我猜啦 看到嗎 所以呢 我這邊猜呢 他的主人呢 應該也是有學Yoga的 Yoga 然後這裡還有一些藥 是什麼藥呢 就不是很清楚 Body Shabu 杏仁粉 看這裡還有一個就是華人的City 所以呢 這邊呢 百分之百是華人居住的 那個講說是印度外科醫生的 我真的是笑死了 真的是匪夷所思 後面的應該就是廁所 各位看一下 然後呢 這些應該也是石山湖吧 加工過的 我猜 來 後面呢也是有幾間房間 我記得 我猜呢應該是給 那些保安住的 或者是那些 傭人住的地方吧 我猜啦 好 這些就是放餐具的 一些廚櫃 貴 廁所 看 現在又在下雨了 然後那個呢我沒有猜錯 應該就是那個 它的Gym Room所用的 然後這裡有一個小房間 然後它這個窗口呢是封著了的 這邊呢就是剛才的路口 真的是很大街耶這邊 不是開玩笑 OK 這裡有很多儲櫃 然後呢這些應該是一些 武術的書 然後這個呢應該已經有一張文憑 是柔術的文憑 柔術 面狀 然後這個應該是那個武術的老闆吧 郭班云 看到嗎 看到嗎 這裡有一張就是無數的照片 雲也可以看得到 我猜應該就是這邊的主人 對 然後這邊應該有一張就是 類似全家福的照片 可是已經都是 剩下黑白照了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東西的 看不到東西喔 OK 我們現在上去第二樓看看 然後呢樓梯的正對面呢 就是一面的大鏡子 然後這邊呢就是一個沙巴 這沙白是蠻豪華的 電視機 冰箱 蠻大價的 在那個年代呢買到這樣大價的電視機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錢 不是開玩笑 然後這個是第二樓的 陽台 就這樣吧 這邊的主人呢也是有學一些武術的 所以這就是他那當時的領帶 尊精術 應該就是柔術 不過現在還有沒有啦 然後這裡有一尊佛像 不懂是什麼佛像來的 中間一個 太極的圖案 如果知道這是什麼佛像的話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啦 然後這邊有一片鏡子 都被寫滿的東西 哇 這廁所真的蠻大 這個是馬桶的部分 就是有兩個在一起 所以我猜呢應該是 主人家跟他的老婆 一起 坐著大便 應該吧 有點荒謬啊 然後那邊呢可以看到還有一個樓梯 看能不能上去 這邊有一個窗口啊 我們就從這窗口過去 哇 哇 然後這邊呢就是天台的部分 叫陽台還是天台這個 陽台吧 上一次我已經來過這一間了 可是呢這個地方呢我好像上一次沒有來過 我真的沒有來過 而且呢你在這邊呢就可以看到 外面的風景 真的很漂亮 應該就是燈塔 你看這邊有 那邊有 那個方向也是有 一個 兩個 OK 走一下去 我這個動作真的非常像小偷 OK 我們去另一個部分看看一下 然後這裡呢我如果沒有猜錯的話應該就是一個客廳 下面是風的如果沒有風的話我認為是火爐耶 然後上面呢就是一些 埃及的毒藤 上面這個也是非常漂亮的 媽的外面打雷喔 有點增加氣氛啊 然後這邊呢有一間非常大的房間 然後這邊還有床 然後床上面呢還有就是 它的那個柔樹的頂帶 它的那個柔樹的頂帶 還有一個是鏈 應該是有探險者嗎 然後特技進來這樣放了吧 因為真的放得太整齊了 對 蛤 這下面很多腳印 不是我的 廁所 好 OK 現在不懂為什麼抽到手 現在沒有雨滴啊 水從哪裡來的 不知道 然後這就是另外一個房間 空空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門可以出去 然後這邊有一個門可以出去 然後這裡呢就是有油漆的 綠色的牆 然後那邊還有一個鏡子 OK我們上去看看一下 不難看得出呢這個樓梯呢就是剛才那個 陽台的正 正後方 這邊呢有一個倒塌的 屋頂 倒塌的屋頂 然後它上面那個 玻璃呢就在那一邊 然後這裡呢就是一個 神台 所以我沒有猜錯的話 剛才那個神像 就是從這個神台拿出來的吧 OK OK所以這邊的探索地方呢 基本上呢都探險完了 然後那個主人家呢 現在也已經是 不再人世了啦 非常不幸 然後也探險完了 希望大家喜歡 然後這探險呢就到此為止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那就訂閱 讚和分享吧 好記得按個小鈴鐺 如果不喜歡的話呢 那小朋友們吧 OK就這樣 掰 出發了 我們下一個字幕 多謝 就這麼厲害了 就這麼厲害了 超人자 出發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